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們用南瓜和土豆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兩個土豆去皮切片 切的薄一點這樣容易熟 裝入盤中然後放入鍋中 大火蒸15分鐘蒸熟 再把南瓜對半切開 然後用勺子把中間的瓜仁挖出來不要 再改刀切成小塊 裝入盤中備用 再準備半個青紅椒 隨便切切切成小塊 裝入盤中備用 再準備一塊生薑切絲 大蔥切成蔥片備用 最後準備一塊五花肉 切片 裝入碗中備用 我們的土豆已經蒸熟了 把它取出來 放入一個大一點的碗裡 然後用擀麵杖 壓成土豆泥 像這樣沒有土豆顆粒就可以了 再加入適量的土豆澱粉 先用擀麵杖攪拌一下 等它不燙手的時候 再把它揉成團 如果覺得黏手 可以繼續加土豆澱粉 把它捏成稍微硬一點的麵糰 再取一塊麵糰用手捏一捏 再把它搓成圓形 像這樣圓溜溜的就可以了 再準備一個啤酒瓶 把土豆球放入瓶口裡 然後輕輕壓一壓 一個非常漂亮的小蘑菇形狀就做好了 再做一個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全部都做好 放入蒸鍋中 冷水散鍋 大火蒸15分鐘 再煉起一鍋 加少許油 油熱之後放入五花肉 翻炒至兩面金黃 再加入蔥薑 炒出香味 炒香之後再加一勺黃豆醬 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 再加入適量的胡椒粉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後再加入開水 沒過五花肉 蓋上轉小火燜15分鐘 我們的土豆也已經蒸熟了 把它取出來 看一下非常的Q彈 我們的肉已經煮了15分鐘 把南瓜加進來 放炒均勻 再把土豆也加進來 放炒均勻 然後再煮五分鐘 時間到我們打開看看 哇好香啊 濃濃的南瓜香 再把青紅椒加進來 放炒均勻 然後開蓋再煮兩分鐘 然後關火出鍋 土豆和南瓜這樣做 真的是太香了 濃濃的南瓜香味 我們來嚐一塊看看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Q彈 還有一點微辣 非常的開胃下飯 這土豆像小蘑菇一樣 也非常的可愛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 好幾乎 謝謝 安排他 我在開燈 錘子 我可以開始 然後來不見 買乾燥